与美国访问团贵宾 捧着问好 总统蔡英文在总统府会见来自美国的贵宾 感谢对台湾的支持 期盼持续深化台美合作 维护印太地区和平 而帅团访问的参议员马基 同样赞赏蔡总统身为女性领导人 对于世界是极大鼓励 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马基 常年关注台湾议题 曾在1979年力挺台湾关系法抵台后 也在推特发文重申对台湾的支持 而访问团中的众议员加勒曼蒂 是军事委员会战备小组主席 对台军售议题可能也将是本次讨论焦点 而CNN指出由于佩洛西是美国政治排名 第三顺位人物才会激起北京剧烈反弹 国会议员到访并没有重量级官员 但实际依然非常敏感 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停止在虚化掏空歪曲一个中国原则的错误道路上 越走越远 纽约时报引述华府智库葛莱伊说法 预计另一个国会代表团将在8月底前访问台湾 分析人士指出大陆虽然还没立即反应 但美国议员在佩洛西访台后不久 就如此迅速再度访台 可能引发大陆强烈反应 包括引发更多军事演习 记者蔡新城报道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咯 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会还原变成了水 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baby儿童孕妇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购